來這個董哥啊 其實在昨天很多人就說 蔡英文出席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當然是不是要宣揚他們18歲公民權 其實是一個被視為選舉活動 但是呢就有這個高中生在問說 蔡總統你怎麼看待廢死呢 來蔡英文總統是這樣說的 不需要依賴言行來嚇阻 可以相信台灣的治安 就是相信不了啊 很多人就是說言行才可以嚇阻犯罪 不是這樣子嗎 對啊因為昨天問他是 建國中學一個高中生 那他本來想說去跟高中生搏感情 因為今年我們有一個複製的投票嘛 那大家複製的投票 這個就是說第一次發生的 那蔡英文希望藉此來推動年輕人 再來支持民進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所有這些動作都釋放語 各位可以看到最近民進黨 在徵集年輕人選票 除了蔡英文這些動作之外 還有還有免治馬桶那些 都是都是為了這個用意 那蔡英文其實非常假 因為他已經執政六年多了 他任內只執行過兩次 那馬航九那十幾次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用的這些人全部是廢死聯盟 就顧立雄這些人啊 法務部長 對法務部長這些 他們都是不執行 那不執行他們自己弄一個 弄一個法律來前置自己 就是說法務部自己有個內規 這規定就是說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不執行死刑 只要你提出了釋憲 提出了怎麼樣的申請 那當然啦 釋憲的次數又沒有限制 所以每個死刑犯 他就提出 提出一被婆婆他就馬上去提出 那都是 會死聯盟那些人給他一個表格 你只要簽字就好 就給他簽字 那會死聯盟以前還曾經作假 作圍造文書還被逮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夥人跟蔡政府跟民進黨 他本來就是一夥的 包括過去在立法院的那些案子 大家可以看到 蔡英文想方設法 什麼票都要 那今天 大家看到了因為警察被殺 大家才會又在討論會死 那會死當然在國人來講 至少八成以上都支持 可是民進黨就是不支持 到了警察這個你也可以看到 民進黨他多麼的親戶這樣 譬如說兩年前 鐵路警察李承翰被殺 蔡英文還 一看全民都憤怒了 趕快跑去人家家裡 然後講了一堆話 我們一定要 警戒使用條例 我們一定要馬上更改 這警戒使用條例 那時候就更改 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兩年沒有審 現在還在立法院 擺爛 所以 蔡政府根本不能信任 我們知道現在立法院 民進黨要夠什麼案子就夠 因為他夠半數 對不對 他可以去搞黨產 可以怎麼樣都可以 那現在 有這樣的 一個時機 他還是不審 所以 完全不能相信蔡政府 那我們可以 發現了 就是說 蔡英文他們在意的是選票 今天他為什麼到場 因為選票 就覺得說我對警察的那個 然後等警察被殺了以後 每個人都會出來講一些 很讓人家覺得 匪夷所思的話 譬如說徐國勇說 要大膽用槍 用槍以後 用槍以後又怎麼樣 用槍以後他被告 你政府會幫他嗎 沒有 長官會挺他嗎 不會 他自己去面對官司 自己要去請律師 讓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蔡政府這些作為 其實都讓人家沒有信任感 他們做得到的事情 他都不做 何況 他還去回答一個高中生 不要用言行 來做恐 那不然要用什麼 這本來就是裡面的一個重要步驟嘛 你當然叫化也很重要 或者社會的那個提高也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警察的資安 如何去抓壞人也很重要 但是 如果到最後不幸了 有人 被歹徒受殺害了 這歹徒又殺害很多人 那你怎麼可以不執行槍劫 現在的法律 還有死刑啊 那你怎麼可以違法呢 所以民進黨政府除了撈錢 什麼事情都不做 在這個案子特別的明顯 但是呢其實剛剛這個賓哥講的那個什麼神權國家 我突然靈光乍現 然後我就剛剛就給董哥看了一篇臉書 那在上個小時期有很多來賓都在聲聲喚說 希望董哥來回應這一題 因為今天自由時報的這個頭版的下方 就有一份最新的民調 但是呢我要先講陳時中 先讓大家看一下陳時中最新的一則PO文 為什麼我要講神權國家 好我們也都知道這個軒嵐諾颱風 這一次是擦邊球過去 那並不如預期的還好沒有對台灣造成這一些相關的災害 那雨量倒是灌了蠻多的 也導致我們的這個水庫都已經解渴了 我們來看一下陳時中的最新PO文 告訴我們說軒嵐諾颱風避開台灣 究竟是因為什麼緣故好不好 他裡面寫的倒是寫到說呢 這個特別提到的是 我覺得媽祖真正是護佑大家 保閉我們台灣的國泰民安 這一次強烈颱風拐彎擦過帶來豐沛雨量 使得水情穩定不於匮乏 是媽祖在照顧大家 我們都是有福之人 在有福之地開好花結善果 都是一個好事 原來是這樣子 來這個我們要請董哥幫我們交叉評論一下 先講講 原來我們就是靠這一些神功護體以外 當然也要靠神明來護台灣 那他都不用做什麼事情 那另外這份民調你又怎麼看呢 我們先講陳時中這個 他其實無非就是要拉媽祖的信徒 那大家知道媽祖在台灣有非常多信徒 他跟光公是最受大家歡迎的吧 那這兩個人都是中國人 中國的神 那大家記得去年在 在跟袁清彪的兒子 袁寬仁在嫌疾的時候 他們怎麼去羞辱馬祖的 那大家看那一副慘不忍睹的樣子 所以民進黨現在是說 怎麼樣的情況對我有選票的 我就不顧顏面的去爭取 然後去講他好話 媽祖只是其中一個樣子 那蔡英文尤其跟年輕人 又作談怎麼樣 跟高中生作談 想的也是這樣 然後又在立法院 要求說18歲的人可以有護血權 這些所有動作就是他們認為可以爭取選票的 但是國人真正的就是 我們如何執行死刑依法行政不做 對不對 如何讓警察能夠 在使用槍戒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個條例要修改 擺在立法院兩年不動 都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個擺爛的政府 那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他在台灣社會 他很清楚的 他的政權維繫一定要靠媒體 媒體不聽話了 就把他關了 中天電視台就是一個例子 那媒體呢 他可以說邊了 可以聽他的 90%以上 網路95% 那網路再養一些網金 在裡面帶風向 所以他的選舉主要是靠這個 如果靠這個還不夠的話 那他那些議用的法官跟檢察官就出籠了 所以每次檢察官出籠的時候 在選舉時候追熱鬧 然後選完以後就沒有了 他們的檢察官就是要幹這種事情 那台灣這種檢察官非常多 我在我的節目每天都罵他們 狗檢察官 走狗的狗 太多太多了 每次都出來 然後哇 要辦誰辦誰 然後到最後就沒有了 過去還要去辦郝龍斌了 到台北市政府去搜索 因為郝龍斌要選舉連任 然後等郝龍斌又贏了 然後沒有了不起訴了 所有人通通通 不是不起訴 連起訴訴都沒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非常惡劣 那當然 因為我們台灣很不幸 覺得台灣沒有 很多的那種很中立的媒體 那您剛剛提到的民調 這民調為什麼 會有人要我講 因為我以前罵自由時報做假民調 他去告我他告輸 一省二省三省都輸 因為很簡單 因為自由時報那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 他沒有民調中心 那你的新聞上面 報紙自己上面寫 一紀本報民調中心 調查指出怎麼樣 那你民調中心在哪裡 沒有這個機構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DTI714 享有折扣喔